大家好 歡迎收看全國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身為今年總統大選的陪榜吉祥物 哇 我們這網友可真酸 這樣子來形容他 當然這指的就是國民黨的候選人 侯友宜 他今天在直播端午節立誕的時候 就是要把雞蛋立起來 這是小朋友在玩的遊戲 不過他也玩叫做應景 不過他說他最想跟耐清德跟柯文哲 說的話是侯友宜洞酸 當然網友就說你做白日夢 立誕是在中午十二點 你十二點在做夢嗎 講夢話 有人就這麼講 所以人家叫他說吉祥物 參選的吉祥物 培選的吉祥物 不過侯友宜他批評賴清德 他說他的教育補助 有關要給市立大學 每個學生兩萬五的補助 包括公立高中職這一些的學費要免費 他說這叫大傻幣 這下子蔡振元趙少剛聽到後 他說他們快昏倒了 跳起來了 為什麼呢 還有我們在看到新北未要案受到了很多外國媒體的關注 臺灣受到外國媒體關注 一般都是在外交等等這些場合 或者是兩岸的關係的場合 陳啟何時竟然一個新北市的一個幼稚園受到了外媒的關注 然後呢 看到了侯友宜民調穩居第三的這個時候 國民黨的立委陳玉珍有沒有落井下石呢 他竟然呼籲黨中央要設防專條款 也就是說在七月二十三號全代位提名之前 總統的知名度必須低於百分之 必須高於百分之十五 如果低於百分之十五 那就應該啟動換侯 欸 這是不是落井下石 要幫郭台銘暴露嗎 大家也都在問 另一位總統參選人民眾黨的柯文哲 近期因為他重啟服貿的 這一個政策引發的爭議 結果民眾黨今天竟然大大的髮夾彎 怎麼說 他說這是民視放的假消息 你不要拜託 五月一號這個消息就出來了 你們甘之若疑高興的要死 消息也是你們放的 現在說這是假消息 所以換句話講 他放出來以後發現一個多月以後 高興的要死 認為說這重啟文化 可以拿到藍軍的票的時候 這個時候突然間變成假消息 不過民眾黨的立委竟然出來澄清說 他們推的是政策處方籤 那就證明不是假消息啦 你們承認啦 所以換句話講 為什麼民眾黨這個時候要否認 所以說是假消息的人的這一句話 才是假消息吧 所以大家都在問 為什麼柯文哲只要對他不利就是謠言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那為什麼有關服貌的問題 柯文哲前幾天還回答得很認真 如果是假消息他一句話 假消息就好了 他為什麼認真的回答 什麼就是反黑箱不是反服貌 他在講什麼啊 哇這個實在是讓我們看到了這麼多的奇葩候選人 這麼多的奇葩戰術 我們應該怎麼來看呢 現在我們先來介紹我們的來賓 我們要進行好好的來討論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官 曾鈺鵬 雲鵬 雄哥大家好 我們新北市議員我們張嘉玲 嘉玲 雄哥好 大家好 我們智商媒體員 陳東好 東好 大家好 我們的智商媒體員邱明玉 明玉 勇哥好 大家好 我們國民黨發言人 小敬遠 敬遠 勇哥好 大家晚安 我們的珍珠名媒員 余妹妹 妹妹 雄哥好 大家好 先來看一個相關的 有關陳鈺鵬講的民調要防磚 哎呦 有人說這下子你可真狠 這下子會不會落井下石 真的反而催促了十五趴的提早到來呢 看個相關報導 三 二 太難了 二 試了兩次才終於立誕成功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短午節印記 也在IG開直播和網友大玩快問快答 有人問他最想跟對手賴清德 柯文哲說什麼 說什麼 他沒有那天說侯友宜動算 侯友宜要是想讓對手喊動算 恐怕得先救救自己民調 近期連續六份民調他都敬賠莫作 眼看7月23號國民黨全代會就要正式提名 黨內立委陳鈺鵬開出煥喉第一槍 會與黨中央參考換駐民調 涉15%的防磚條款 國民黨又是跳船潮又是氣保身 只剩侯友宜信心喊話團結才會贏 最新的中廣蓋洛普民調會議跌到17% 距離15%已經不遠 但國民黨文傳會回應 競賽還在第一局 只要侯正營快速整隊 全黨發揮運動家精神 最後一定勝選 現階段就說要放棄誰真的不合適 看來面對挺郭派發難 黨中央撇了心相挺 提出對台灣更有幫助的願景 找出讓台灣持續壯大的方法 打贏2024這關鍵的一戰 最後也要祝福您端午加節愉快 親自為一線上端午祝福 用不同以往的方式 活用賴上面的通知顯示 讓民眾由驚喜感 賴清的近期陸空站齊發 更端出政策牛肉 先前拋出要補助私立大學學生 攔萬五千元以上的學費 獲得行院長陳建仁支持賊加碼 提出高中職學費全部免費 但卻引發在野黨不滿 同批是選前政策買票 選舉到了八年不做 今年最後一年才在做 只有這麼一個方法 大傻必猶疑 來我們看一下 侯友宜直播端午立誕 曝最想跟耐清德 柯文哲說的話是這句話 哪一句話呢 他透露最希望向兩位競選對手 耐清德跟柯文哲說的一句話是 侯友宜當選啦 侯友宜動算 立誕這個是正中午 所以有人說你在做白日夢 批耐清德學費補助大傻幣 侯友宜說應該讓大學生遠離戰場 進入職場 侯友宜一段話恐怕損失五十萬票 蔡振元怒轟 這麼笨就不要選啦 蔡振元直呼聽完這段話後差點昏倒 因為侯等於是得罪失效生 並把他們的選票都推走了 恐怕損失至少五十萬票 這麼笨就不用選了 欸 明白的修理侯友宜 侯友宜民調穩居第三 趙紹康給建言說推大學學費 全免兵役縮短等政見 所以換句話講加碼就對了 可是可以這樣隨便加碼嗎 好 我們再看 縮短公私立大學學費的落差 耐清德說補助二點五萬以上 目的是要挺青年 耐清德拋補助私立大學的學費 陳建仁加碼三個配套 高中職學費全免 大家看到了 公私立大專的弱勢補助方案擴大 高中職學費全面免費 學貸延長 轟耐清德學費補助式政策買票 柯文哲探再留子孫 然後酸說齊頭大撒幣最偷懶 柯文哲跟侯友宜兩個人的講法是一樣 所以蔡政源也應該對柯文哲講說 他會昏倒 怎麼有這樣的候選人 所以我們看看新北衛藥案 引發多家外媒的關注 指侯友宜選舉陷入醜聞 你看這個是衛報VBC一堆 然後我們看看 再控私幼衛藥案招造謠抹黑 侯友宜說奈清德是幕後黑手 你也比較拜託的 事情是你們新北市搞出來的 誰是幕後黑手 所以怎麼會反應是這種反應 侯友宜的部分 我也是贊成賴斯堡說 不要說謊了 越謊越傻了 把他罵死了 當然就是說你說這個賴清德 他這邊提出了這個學費 這個私立大學學費減免的政策 其實事實上他是有依據的 因為根據我們現在統計 私立大學一年的學雜費 大概是十一萬 公立大學一年是六萬 所以差距大概是五萬塊 那我們當然知道說有一些 這個弱勢家庭 他讀私立大學 當然是希望給小孩子受好的教育 讓他們出來 就是可以至少可以找到好的工作 天下父母心都是如此 所以現在就是為了要縮短公私立的差距 所以賴清德就先丟出了這樣的政策 就是說讓你這個補助 一年補助你二點五萬私立大學的部分 那目前預估說 如果從明年二月開始的話 要這樣子補助的話 其實也很負責任 就跟你講說估算一年的經費 大概是一百五十億 那還有預估五十九點一萬人受惠 好那當然這是賴清德這邊提出的 所謂的青年加惠他們的政策 我必須要講 剛剛這個勇哥有講說 這個為什麼侯友宜不加碼 其實我真的覺得侯友宜就要加碼 就是你就像 你就像那個誰 就像那個趙少康講的 你就加碼 你就給他公立大學 也給你全部免費 就給他加碼下去 為什麼我覺得藍營有些人 我今天聽到我們藍營的朋友 有些人當 我覺得是有點在開玩笑 但是這個也不是 反正就算你侯友宜 你也當選不了 你就當選不了 你就給他加碼下去 我全部免費 零到九十九歲國家養 反正你也當選不了 有人會反對嗎 不會有人反對 問題是說你現在 你講說大撒幣 那代表說你反對 那你反對當然蔡志源就急 就是說你那你現在 你反對你又拿不出政策來 你只能講說 你大撒幣是不是要塑及既往 我覺得兩個點 第一個 我沒有說要讓你拿香對著敗 可是你一直批大撒幣的狀況之下 是不是代表說你反對這個政策 你反對這個政策 好 那你也拿出你的政策出來 說實在的侯友宜 你不是說像我們這種 可能是媒體人爭論名嘴什麼的 你就開始一直罵一直罵 現在你是候選人 你未來是國家的領導人 你是不是也 如果說你反對 那你想要怎麼做 你想要怎麼做 要怎麼縮短公私利大學的一個差距 你至少拿出政策出來 而不是在那邊講風涼話 大撒幣 怎樣就是覺得要不要塑及既往 你好像講的根本跟你一點都沒有關係 那我必須講 這個就凸顯了侯友宜的這個幕僚 他們的一個弱項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你不是有智庫嗎 你智庫不是已經說了 只要誰徵召出來 我的什麼白皮書 什麼環境兩岸 外交國防 什麼政策白皮書 通通都有都準備好 都傳了一家 我常常聽國民黨的朋友講說 他們智庫都傳好了 現在看起來沒有 因為你看起來 我必須講 你現在你的對手 像賴清德 他已經丟出了這個青年政策 然後你右手邊 你的另外一個對手 柯文哲要推出重啟服帽 你現在自己還困在未邀案的風波 你走不出來 那等於說 你大家都已經在講政策的時候 你被困在陷阱裡面 而且你的團隊毫無知覺 沒有辦法拿出這個適合的政策出來 你只能在那邊空口白話說批評 我最後抱一個料 就是有跟我們常常上節目的 這些發言人 他們說他們到現在為止 他們有些新的發言人加入他們團隊 兩件我覺得很扯的事情 他們到目前為止沒有見過侯友宜 你說真的 他們是張祺牆找的 他們沒有我真的是嚇一跳 對他們他們沒有見過侯友宜 第二個他們的進辦從來沒開過會 從來沒開過會 那更離譜 對 我那我就說 那你們怎麼上政論節目呢 你們政論節目 你能講的話 你能代表侯友宜嗎 不是 最主要政論節目 你們口徑要一致啊 是啊 是啊 那所以他們進辦 不要說進辦 現在是工作室啊 侯友宜還處在工作室 沒開過會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們來上節目就是一個不負責任 那你們除了能夠批批批批之外 那你能代表侯友宜的陣營 能夠講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是最悲哀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當過總統候選人的競選總部的發言人 我跟大家講 我們是六點半就開會 早上六點半 六點半 當然有一小群六點半 然後大概七點半左右 會更大一群 因為有漁情要匯報 要先處理 至少告訴你今天漁情是什麼 你要怎麼回應 這個我覺得是正常的 所以那個時候是六點半要到 六點半要到 而且是每天開會 總統候選人 我跟大家講 至少一個禮拜 會來一次 在前面那個階段 到後面的話 甚至每天都會碰到 前面那個階段 是至少一個禮拜 會來跟這個發言人群 縱然今天沒什麼事 他要來打招呼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要這樣子 他竟然到現在這樣子 他這個賣 應該的啦 根本就是沒制度嘛 好 不管這個人家內部的事 那我要提的是說 這個教育政策 青年政策 學費的補助方案 包括高中的學費全免 我相信在座 包括我在內 真正有在大學教書的 大概就我跟美美 美美在私立學校教書 私立大學 我是在公立大學 我們都在那邊見過課 而且我在研究所都見課 我曾經做過 包括我問我的女兒 我的女兒當然是政大人 我問他說 你們班上有幾個人有學代 他說 爸爸 我們班上大概不會超過三個 後來我在海洋大學 我在國立海洋大學 我問了學生 我說有學代的同學請舉手 我想做個調查 我告訴大家 大概五個到六個 可是我記得美美 你告訴我 你私立大學裡面 班上的學生幾乎一半以上 可能到七成 到七成都有學代 為什麼 因為家境好的人 他有很多機會可以補習 可以請家教 所以他的成績會特別好 國立大學很多都是 而且我聽說 臺大很多軍公教 軍公教的子女也特別多 臺大醫科 駐大安區的特別比例高 對 所以我當然我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家境的問題 讓他在起步不公平 這個不公平 在因為私立學校的學費 是公立學校的兩倍 所以更加不公平 所以很多學生 他在 尤其在下午的課等等 或者早上的課 不是遲到就是早退 因為他要去打工 對 所以我記得妹妹跟我講過這個 這個故事 我有一個學生 就是時間到了 有時候不見了 有時候在那邊打瞌睡 還有我實在忍不住了 他的同學就幫他說 像就說老師 因為他家裡頭有變故 他必須要打工 然後打工有時候他好累 然後來考個試 他就是趴在那邊睡覺 所以耐清德 有看到真正的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學代 私立學校的學生 他們的學代 申請學代的特別多 所以因為家境的問題 因為起步的不公平 對 我講實在話 我以前是因為讀師專嘛 所以我是不用學費 但是現在也沒有師專 現在通通要錢了 現在除了軍校跟警校不要錢 其他所有的學校都要錢 已經沒有公費學校了 所以我要指的是說 既然沒有公費學校 所以縱然是聰明的學生 他想要去好好讀書的話 因為沒有公費學校 他不能專心 他必須去打工 這對弱勢家庭是很嚴重 我當時要是沒有公費學校 沒有師專讓我讀 我是連讀書都讀不起 你就會變成階級試習 我就會 我就會變成要去做工 但是我國中畢業 我媽媽是幫我找工作 要叫我去做工 我是因為師專不用錢 所以我可以去讀師範學校 然後畢業又不必找工作 馬上當老師 馬上就有工作 所以我說這個對學生的 這個學費的補助 是一個德陣 竟然侯友宜反對 柯文哲也反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必須要講 他們其實因為這個政策 就是因為家會太多人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政策 所以他們就一定要反對 那反對的理由就是說大撒幣 好 那我就先問一下柯文哲好了 請問你畢業之前 你有沒有到處花工堂 去大撒幣 你還成就你自己 還有什麼什麼什麼熊好券 你有沒有大撒幣 全部大家都加碼 可以免費用到保 好像兩百塊以上 還有你有沒有用政府的資源 北市府的資源 宣傳你個人的文宣 最要命的兩岸論壇 你還欠台北市政府一百多萬 一分鐘一萬塊這樣搞 有沒有 你成就你自己 你為什麼不說 可是你看看 你批評了賴清德的這個政策 家會有多少人 剛剛用過講得非常好 其實我是深有所感 因為我自己在私立大學任教了四五年 專任 我先生是私立大學的教授 我可以告訴各位 私立大學現在景況是什麼樣子 第一我們從學生面來講 其實就像用狗講的 我們是這樣子 很多學生考上國立大學 他可能自己天之不錯以外 很多是從小 比如說多元入學 比如說家教 比如說補習等等的 學才藝 他是比若是學生有太多好的機會 有加分的機會 這貧窮的孩子 本來起跑線就不平等 然後在國立大學 你學費又只有私立大學的一半都不到 私立大學很多是經濟 就已經條件比較差 社經地位比較差的 他的學費又貴 很多的孩子 我自己真的親身接到 我們好多學生 像我那時候 比如說也有交到 我是通事嘛 那其中比如說有餐飲系的 那很多學生是這樣 真的不是遲到就早退 為什麼 因為他必須要去餐廳工作了 他不去工作 他怎麼繳學費 他怎麼繳學 這個就是他的困難所在 所以就像剛剛用狗所講 你知道這個德政 第一 你讓孩子至少免除掉貧窮世襲 階級世襲 用狗是因為你會讀書 你可以念師專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考上師專的孩子 他怎麼辦 他真的沒有辦法念 他可能就要去做工了 他人生就決定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時候 有非常好的這個補助 他的人生起跑點能不能公平一點 第二點 少子化問題真的很嚴重 我們的私校的那種 老實說啦 這退場潮以後會越來越嚴峻 我先生教的學校 算還可以的 可是他每年都要到海外去招生 你知道嗎 那這裡面少子化的困難 然後老師們私校的經營的困難 可是私校你想想看 他幫助了多少的孩子 那你有這個德政下來 你拉近公司的差距 你讓孩子不要這個 這種還沒有畢業 我就背了一大堆學代 然後呢 你讓他能夠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你讓這些私校們 有更好更安心的一些教育品質 他能夠收到更好更多的學生 因為有些學生 真的是因為考慮學費的關係 就不來念了 那這不是很好嗎 這教育不就是根本嗎 我們要提升國力 我們要一個人的家庭幸福 我們要他階級翻身 不是要從教育做起嗎 這些好的政策 本來就應該做 而且能夠早早的做更好 如果今天為了選舉 你什麼都不敢提 那什麼時候做 至於批評人家大傻逼的 看看你們自己 看看你們政黨 你們做了多少 為了個人成就個人的事情 在大傻逼 你為什麼不說 所以其實我對於這個政策 我特別有感 我四專畢業以後在小學教書 我又是學特殊教育 當然我有一點要往上爬 所以我當然不甘心 所以我就去讀夜間部 所以我的大學法律系是夜間部 我大學的時候就讀夜間部 為什麼白天當小學老師 晚上去讀夜間部 所以也是自己賺錢自己花 這樣才有辦法讀書 然後再來當然當了律師 我大學還沒畢業 考上律師 當然收入突然間大增很好 所以我就研究所繼續讀 一方面當律師 扭轉家境 所以我要講的說 教育是讓你翻轉貧窮 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運鵬 教育 我們去補助這些學生的學長會 怎麼會是大傻逼呢 這是一個德政耶 柯文哲跟侯友宜都說大傻逼 可是我認為兩個人動機不太一樣 那侯友宜應該對這個不了解 所以他膝蓋反應 反正選機就說你選機 因為他也是讀不要錢的 他是讀警察也不要錢 我認為他是不了解狀況 他的狀況 他這為什麼他的選情這樣掉下來 並不是國民黨基本盤差很多 是因為大家看清楚 侯友宜腦袋沒料 所以他對這個不熟的 不熟的 我猜侯友宜自己是讀公費的警察大學 警察大學不但不要錢 還可以扔零用金 他不知道政府後面的投資很多 他不知道政府投資多少錢 他不知道要輸入學校的生育 沒有錢跟特助是多痛苦 他真的不知道 他如果你真的要講話 他應該要知道 因為他在文化大學那邊 有那麼多學生數字在賺錢 他賺人多少錢 他應該知道說人多痛苦 不過他也不比較熟 他也不說我們侯友宜 他比較熟的 熟兩千塊做你 他不理解這個政策 我並沒有說他惡意 他是不瞭解 先說要選錢大傻比 這個萬用答案 他就是因為這樣掉下來的 那柯文哲 我認為他心態不太一樣 我認為他對於私立學校 或者說成績不好的 天生的歧視 所以他之前才會去講說 有些科系沒效的 薪水賺沒多 這應該廢掉 所以他會認為 他現在為什麼要重考 三次一定要才大 他會認為其他學校 都是低人一等 他有那種本能性的認為私校 因為臺灣是公立學校為主的體制 這個我們不能否認 但是柯文哲會認為 修理學都不效 你花錢他就不效 我認為他在直覺上面 有這樣的思考 他講過說有一些科系沒有用 如果按照他的 他腦袋就是這樣 按照他的講法 什麼國文系 美術系 這一些 來 你信不信 他對於 不是臺大以外的醫科 他都認為這個是矮人一級 他連陽明大學 他考上他都不願意講 所以他會認為說 反正你 陽明大學是好學校 你什麼時候聽他講過 他甚至認為你花錢在這些人身上 沒價錢 那按照他講什麼國文系 什麼系 那些 從他過去的言論 你可以這樣推論 政治系也沒用 因為政治向他不必讀政治系 他就搞政治 搞到最新的 一大堆文科的都會廢掉 不過臺灣是這樣 我們長期以來 對於教育資源是逆分配 就是說你在私立學校 他可能他的基礎 就不是政府花下去吧 地也要自己買 設備也要自己出 我們對於私立學校 就是高中值以上的 到大學 我們本來就給的比較少 所以你會變成私立學校 會變成這樣偏遠 大家都集中在臺北 所以公立的資源越多 政府投資越多 每一年投資在一個學生上 四十萬六十萬 私立學校可能二三十萬 而且好的老師也都在都會 當然他方便嘛 所以我們教育資源逆分配 民進黨執政之後 是一步一步來 因為你倒要去填補這個高中值 跟那個大專的這個公私立學校差距 這是最後一步了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念到這邊 來 一個外珍視 一個外科學期 一開始我們會從 先從那個生育率開始 所以幼稚園會有什麼準公共化 制度開始不一樣 生育津貼 教育津貼 再來是中小學 把他那個所有班班有冷氣的 班班有冷氣的 班班有冷氣 深深有平板 每個學生都有平板電腦 政府發給他們 再來你說這些東西有沒有脈絡 是不是從選舉才開始向 你要往前再推 蔡英文一上任之後 就對於技職學制特別給預算 你像最近我聽到教育部在講 他說在我的選區裡面的一個技職學校 裡面有一條 屁擬足科的那個晶圓生產線 可以自己做晶圓 做到封測 這幾學 私立學校裡面就有 真的是了不起 他說一年八九十萬給他們 希望在裡面的 大家不要只有財新教 不要好像大家只有那種 半導體學院 在技職學校私立的 裡面就有生產線 在龜山 蔡英文總統那時候有講過 他說要做中學 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 對 真的是落實 他鼓勵大家邊學邊上班 然後那整體的思考到最後一步了 最後一步就是說好 那到那個高中職 然後私立的大專院校 跟公立的學費差距 我們包貼 我認為這兩萬五以外 還有點空間 你現在臺灣的稅收 跟解析狀況 還有再往上調的空間 所以我要意思就是說 我們常常講 包括國民黨以前常常講 窮不能窮孩子 然後我們補助這些學生 哪裡錯了 我一直在想哪裡錯了 怎麼會是大傻逼 怎麼會是一個讓你批評的政策 你應該要加油才對 不過在除了這個以外 那侯友又碰到什麼問題 看看 看一下所謂的防專條款 國民黨的小雞有沒有落井下石 再踹他一腳呢 侯友宜民調穩居老三 陳玉珍呼籲黨中央設十五趴的防專條款 他民調十五趴的防專條款 然後呢 藍尾提民調十五趴防專條款 侯友宜說要堅定自己的信心 打回去了 因為你如果低於十五趴 那就要換侯 藍小雞棄母雞先跳船槽 文傳會說違規站臺 黨既處分 哦 終於講出來了 為什麼要等這麼多天才講出來呢 侯民調第一只能夠去佩科嗎 郝隆斌說誰陣誰附來 言之過早 這個重點來了 國民黨終於出手了 黨既處分 然後再加上防堤壩 潰絕 國民黨要小雞 核掛母雞的合照 七月全代會前密集組挺侯後援會 現在你們這些小雞 敢不跟侯友宜掛合照的看板的話 黨既處分 當然我是覺得你應該補助 國民黨黨中央補助一塊看板五萬塊 他就掛了對不對 怎麼會一個教育政策 一個人家要把它換掉 國民黨內憂 內憂未換 我覺得重點還是在這個戰略 然後在戰法戰術 你要怎麼去做 你如果都還沒有定的話 面對很多議題就會沒辦法去回應 像是教育政策這個東西 我自己就有學代 我自己就是私校畢業 那你說這個如果有補助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很有感 那我覺得現在就是一樣是戰法問題 你還沒有確定你要怎麼回答這個議題 要是我的話 我就會回答說 那賴清德過去當行政院長的時候怎麼不做 那你民進黨執政八年怎麼不做 而且怎麼是由賴清德來宣布 不是由陳建仁還是蔡英文來宣布 我可能會去打這個點 你只是說就是大傻逼 我覺得這樣子會讓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淪為口水 甚至是你對於我們的財政紀律 不是那麼的熟悉 趙紹干跟蔡振元說要昏倒了 對所以他們可能比較有經驗 蔡振元那麼多屆立委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回應可能不是那麼的事 他罵他笨蛋 所以說所以說 我講真的回歸這個 剛剛我就覺得明玉角 好像在害我的好朋友 說當發言人 沒有見過這個侯市長 大概新的發言人也就兩個 其他都是新北市 我沒見過侯市長有誰 就常來上政論節目 應該是我的好朋友 不過我覺得這要不是重點 講道理講道理 就是說 我講真的在這個時間 你是真的沒見到嗎 是不是 沒有不是不是講我 不是講你是 我不是工作室的發言人 你不是工作室的 對對對對對 年輕有為的 我的好朋友 你的好朋友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辦公室的發言人 居然沒見過候選人本人 然後沒有討論說 我要怎麼來代表你來做議題回應 這個其實就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本來以為之後 我們黨專業的發言人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這樣還可以理解 但是連工作室的發言人都遇到這樣的狀況 講真的 現在大家在講十五趴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用再拘捏你的數字 為什麼 因為我們根本不需要十五 十五趴的訪專人 如果真的民調到十五趴的時候 早就GG了 大家早就急著跳腳 小雞的反應是最貼切的 小雞巴不得 你看郭台銘在這個爭取 想要總統提名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事 他到各個縣市去 然後很多想要選立委的人 都巴不得趕快跟郭台銘一起掛看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